根据著名的地产网站Zillow发布的最新数字 2016年全美住房地产市场总价值提升了5.7% 达到2960兆美元 这项记录也显示出全美的地产市场 已经从之前的萧条危机的阴影中逐渐走出 根据Zillow网站的分析报告 休斯顿地区的房屋价值在全美35个大都市中排名第17位 休斯顿当地住房地产市场总价值约3732亿美元 Dallas Fort Worth的排名为第12位 该地区住房总产价值为4569亿美元 此次平比位于南加州的洛杉矶长滩地区居首 房屋总价值高达了250兆美元 在全美房屋市场中所占份额最大为8.6% Zillow网站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房屋价值的增长是经济不断复苏的重要指标 也是存在负面影响 他指出随着房价不断的提高 这意味着可负担的房屋数量逐渐减少 这些数字强调了民众在购房时付出的比例 房屋价格2016年增长了6% 这种涨势将让一部分美国家庭没有能力去购买房屋 2016年美国房屋租客一共支付的租金总额约4785亿美元 比2015年提高了177亿美元 同时租客的人数在该年度也提高了63.5万美元 在全美35个大都市的租金对比中 休斯顿该年度租金收费名列第八大约为105亿美元 接下来 谢谢大家